一张 两刻钟后 祝荣总督借着检查考题封条和蜡印的名义 阿姨不小心将箱子坠落在地 宁起王叔见到摔在地上的盒子 上面的蜡印全部震碎了 震裂了 封条也扯断了 祝荣啊 你做什么呀 宁起公爵就怒了 祝荣总督赶紧鞠躬 王叔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时失手了 然后他赶紧将那地上的盒子捡起来 然后轻呼 哎呀 这蜡印也毁了 封条也断了 宁王叔颤抖地说 祝荣啊 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一定是张冲指使你这样做的 好大的胆子呀 祝荣总督连连鞠躬 对不起王叔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您就饶了我吧 要不然 您打我一顿 祝荣总督在其他人面前都是无比威严的 但是在宁起王叔面前 那却依旧如同几十年前一般的疲赖 他是王后的兄长 也是宁王叔的晚辈 几十年的交情了 回国都之后 你自己向国君请罪吧 宁起王叔气呼呼地说 现在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那主尸体的封存盒子毁掉了 就只能启用备用尸体了 为武功 索旋侯爵 将备用的尸体拿出来吧 片刻之后 索旋侯爵手中捧出了一只盒子 和刚才掉在地上这只是一模一样 不管是颜色 纹理 甚至连上面的蜡印封条都一样 这下你满意了吧 张冲也满意了 宁王叔怒道 滚吧 祝荣总督赶紧出去 来到了院子外面 见到张冲直挺挺地跪在那里 我回国都向国君请罪便是 你不必跪在这里 王叔也是一时之气 多谢主上关心 但是他没有起来 祝荣和宁启王叔是自己人 所以不会怪罪 而他张冲这一次算是把宁启王叔得罪惨了 虽然这位老王叔已经没有担任什么职位 甚至也未必会真的去惩罚张冲 但是理多人不怪 老小孩老小孩 年纪越大就越需要红 他跪在这里一天一夜 终究是没有错的 片刻之后 宁启王叔威武公爵索宣侯爵走了出来 手中捧着备用的烤铁箱子 见到张冲直挺挺地跪在院子里 宁启王叔说 张弩江啊 你好深的心机啊 张冲一头磕下去 冲有罪 他们又夸张地说自己罪该万死之类的 起来吧 我是过气的人了 怪不了你前途的 宁启王叔说 张冲再一次磕头 这次将额头贴在地上 冲有罪 见到他态度这么诚恳 宁启王叔心中的怒气稍稍低了一些 你愿意跪 就这么跪着吧 一会儿该下雨了 让人给你送一把雨伞 张冲不敢回话 依旧额头贴地 轰隆隆 秋末了 竟然还打雷了 呼云滚滚 开始堆积 果然要下雨了 早上的招侠果然是有预兆啊 几个武士赶紧张开了巨大的伞盖 举在宁启王叔的头顶上 宁启王叔离去 因为距离下午的文战比试 马上就要开始了 威武功绝变消 经过了张冲身边时停下脚步 张冲 你不错呀 张冲抬起头 然后拜下 一致冲惶恐 威武功绝离去 此人极度傲慢 鸟是天下群聊 目控一切 能够得到他一句不错的赞誉 那真是破了个天了个荒了 在燕州夏都督一职上 威武功绝的话语权是非常重的 得到他的赞誉是天大的好消息 轰隆隆 天上的雷声一阵赛一阵的猛烈 终于乌云堆积到了极限了 大雨倾盆而下 张冲依旧会在院子里移动不动 羽目将他枯瘦的身影彻底的笼罩 片刻后他身上全部湿透了 地上一片泥泞 显得尤其狼狈 张冲和张春华跑过来 打了一把伞在张冲的头顶 拿开 父亲 您这样做也是为了心政 为了凝视王族啊 甚至是为了宁起王叔的利益啊 为何要如此作近自己啊 幼稚 你若跟主君讲道理 谁对谁错 那永远是无法出头的 张尽愤恨 沁山岛之争 近海伯爵府 近安伯爵府 蓝山紫爵府 他们才是得利者 为何他们在那里贪贯相亲 您却要在这里受罪啊 同伴不无能 怎么显得你厉害呀 立刻走 别扑扑妈妈的 连一天一夜的雨还死不了人 外面大鱼倾盆 怒江猎场的书房之内 金山岛之争的第三站正式进行 不过这一次没有观众了 为了让唐允和金木聪发挥好 除了三个监考者 再也无任何人了 宁起将封存考题的箱子 放在桌子上 玄武 近海 你们二人检查一下 考题箱子的蜡印和封条 可有损毁的痕迹呀 如果沈浪在的话 一定会发现考题已经换过了 但是他没有资格进入考场的 但是玄武博和近海博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两只箱子完全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损毁 没有任何损毁 那既然如此 那我就撕掉封条 打开箱子了 是 接下来 宁起王叔非常缓慢地撕开封条 把烘烤融化掉落音 然后将箱子打开 取出里面一张纸 然后展开 让唐允和金木聪看清楚 这便是今日文战的考题 国军的备用考题 第一题 策论题 题目为 《欣赏忠厚之志论》 这道题出自于上书大鱼摩 那第二题就非常的促瞎了 请以玄武为题 做一首诗 唐允见到这两道题 顿时一喜 充满了得意 这两题他都非常擅长啊 就算参加了电视 也足够再拿一次叹花 甚至榜眼了 秒杀金木聪那种废物 简直是太低级了 简直丢了他唐允的身份呢 他随便拨出一根毛 就足够将金木聪 给秒杀一百次了 金木聪一直非常信赖沈浪的 昨夜沈浪告诉他 今天要考的题目 并且做了一篇策论 和一首诗让他背 那金木聪立刻就信了 然后他用了整整几个时辰 抄斜了几十遍 完全一字不漏的 就给背了下来 因为他太信任了 而且也不问为什么 姐夫说会考什么 那一定会考什么呀 所以他觉得 今天的考题一定会是 昨天晚上沈浪 告诉他的那两道 甚至进场的时候 他都一直默默的在背诵 甚至一边背诵 一边咬牙切齿的 望着唐允的背影 我旁也要逆天了呀 唐允 你就等着我将你 拈压成叉叉吧 现在他看到这题目 顿时完全惊呆了 不对呀 天哪 这不对呀 这不是昨天 姐夫告诉我的那两道题呀 这怎么回事啊 那究竟是哪里出了叉叉 那姐夫不可能会出错呀 他说那两道题会考 就一定会考的呀 那今天为什么就不考了呢 完了完了 坦白了 这下我还怎么逆天呢 我还怎么灭唐允呢 我肯定要被他碾压成渣渣了 论真是才华 唐允拔出一根毛都能秒杀我呀 新山岛之争要输了 家族的命运就要毁在我金木聪的手里了 肥宅金木聪几乎都要哭了 浑身颤抖 紧接着他仿佛觉得有什么不对呀 然后他赶紧回忆 这两道题目我怎么好像很有印象啊 紧接着肥宅想起来了 没错 姐夫是浪之前压题了呀 压了19道策论题 150道诗词题 听说完全是根据国君的喜好习性 还有他最喜欢读的书而压的题目 眼前这两道题目 那姐夫都压中了 而且根据这两道题 姐夫也准备了策论文章和诗词 不仅如此 听姐夫说这篇策论是最牛逼的不是名篇 那首乌龟诗更是千年绝章 当时金木聪是拼命的抄 拼命的对 都背下来了 亲爱的朋友们 这座千雪 第182章 得得得得得呀 那篇策论和那首诗 瞬间浮现在肥宅的脑海之内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那肥宅觉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 刚才真的差那么一丢丢一点点 他就要吓尿了呀 姐夫你太可恶了 你又来刷我 你差点你就吓死我了 我金木聪我要逆天了啊 藏与你给我等着 胖爷我要将你撵成刹罩 对对对不起 普通话不好 这是金木聪的坏销 为了压题啊 沈浪往智脑里面输入了无数的数据 国君宁远献喜欢看什么书 喜欢说什么话 关键是他的性格和习性 这位至高无上的国君 是什么性格呢 聪明 天机 刻薄管 历史上的君主 越是刻薄管 越是想要向天下证明 他是多么的人厚 比如嘉靖皇帝 明明奢靡无度 而且心胸狭窄 但是偏偏做出一副 我为道君 风情云淡 与世无争的样子 宛住满清王朝颓势的 那雍正皇帝 为天下文人公结刻薄管 害兄害弟 谋父害母 诸忠坚宁之地 心中不甘 写了一本 大义绝迷路自编 而如今的国君呢 大力推行新政 大举灭掉了老牌贵族 剥夺封地 收回兵权 让一些百年贵族 是家破人亡 肯定也有人赴匪 他刻薄寡恩 心狠手辣 国库空虚 就杀这些老牌贵族过年 所以 这位国君 就要向天下证明 他明明是人后之人啊 推行新政 也完全是为国为民 为了越国的万事基业 欣赏忠厚之之论 说的就是忠厚和赏罚之间的辩证关系 言为新生 完全符合国君的自我辩解 倾诉欲 所以呢 沈浪压的十九道策论题中 他就排在第二位 至于第二道题 以玄武为师 那吱吱的是促辖了呀 几百年前天下大乱 四方逐鹿 金氏家族祖宗是散尽了家财 招募武士 不会争霸 只为了保镜安民 厮杀了二十几年 天下无数家族兴衰成败 此起彼伏 如同的过疆之礼 唯独金氏家族率领几千武士 守护着宣武城方圆几百里的土地 不扩张 也不退缩 我不去招惹别人 但是你也别来招惹我 真的就如同一只乌龟一样 别人不是没有来打过宣武城 但是真的打不下来呀 因为这些人为了保家安民 真是拼出了性命 久而久之 大家也不愿意来打了 反正这家伙只缩在窝里 不动态 不会来抢大家的地盘的 然后金氏家族就出名了 大家都称之为乌龟家族 不过乌龟始终不太好听啊 加上金氏家族 保镜安民之一举 大家都笑称之为宣武啊 之所以天下渐渐平定 大延帝国夺得天下之顶 南方疆域被宁氏家族所夺 那所离越国 第一代越国国君是个武人 霸王一般的人物 他打下了南边的大部分土地之后 派人就来问金氏家族 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平天下呀 金氏家族回复得好 从此金氏成为宁氏的封尘 越国第一代国君大喜 听说金氏家族是玄武大规 于是大笔一挥 直接册封玄武伯 驻地命名玄武城 这就是玄武伯爵府的由来 但是第一代国君没有文化呀 而且还不喜欢听文人瞎叨叨 之后的国君就有文化了呀 玄武那是天之四灵 上古神兽之一 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贵族的封号呢 否则怎么不见得青龙猴出雀猴呢 所以每一代的国君 都想要把这个封号给改了 关键是国都还有玄武门呢 每一次经过那个时候啊 那都有一种经过金氏家族大门的感觉 所以之后的国君都试探过一两次 都被拒绝了 尤其金咒伯爵在位的时候 为了改名还闹出很大的风波 从此之后改名一事就不了了之了 毕竟越国还不是君临天下的天才是国 下面的封臣不愿意 他还不好强迫 当时还没有新政 中央集权也没有开始 这一代国君刻薄寡恩 亲中对此自然是耿耿于怀 所以出题的时候本能的就出了玄武一题 国君在出题的时候当然也考虑到了压题 他绝对不能被人压到题目 所以第一题自然是非常刁钻偏僻 让人根本无从压题 而被用题大多数是用不上的 就是随心所致 言为心生 那么就出现两道题 都被神浪压重了 甚至第二道题以玄武为题作诗 想要不压重都难呢 唐世子 金世子 二位可看清题目了吗 已经看清了 多谢王叔 而肥宅积木冲啊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奋笔积书了已经 这傻孩子 你应该装着先构思万个时辰 然后你再写呀 一看到题目 你就笔下如有神 啊 宁王叔是望之一笑 也不在意 对于积木冲的名声 他也是听说过的 老实讲 他不讨厌这样的孩子 甚至还很喜欢 忠厚老实 作为封臣是最好的了 但是心正如火如荼 这样忠厚老实 对于家族来说 就是一种罪过了 所以宁启王叔心中 又多了一份同情 静海伯看了积木冲一眼 心中更加不屑 刚看清楚题目 你就开始写 你这是多废物啊 完全没有构思的过程 这代表什么呀 这就仿佛在考试的时候 别的学霸都是先把试题 从头到尾看一遍 心中有数 再开始答题 学札是不用看的 而且也不用构思的 因为构不构思都一样 反正都不会做 拿起笔直接乱写就是了嘛 有些天才甚至出现 粪笔集书一小时 一张数决试卷 写的是满满的 最终 勇得零分的壮绝 十道选择题 一道都没有碰对 而在所有人心目中 金木聪大概就是这种超级学渣了 全武伯和近海伯出去了 唐云继续构思 金木聪继续笔下如飞 原来这就是文战考试啊 我怎么觉得和那平时抄作业是一样一样的呢 而且速度还快了一些 三位监考大人安安静静地坐在上面 下来看两个人的答题文章 这不可能啊 要避嫌的 一刻忠厚 胖子写完了 《行赏忠厚之志论》这篇策论 它是这样写的 哦不对 它是这样抄的 遥顺于汤文武成康之计 何其爱民之身 忧民之妾 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有一善从而赏之 又从而永各其叹之 所以乐其使而免其忠 有一不善从而乏之 又从而哀今成创之 所以弃其就而开其心 故其欲于之声 后面有很多就不说了啊 这篇的文章是谁写的呢 中国几千年大文豪中 能够排进前三的苏氏大神 而这篇文章有多牛啊 它灭掉了几个大神 陈昊 曾拱 曾布 吕慧 清 还有张敦 而这几个大神 种出了状元 光宰相就有好几个 随便拿出了一个 都至少能够 抄那唐云两条街了 不过苏氏那一次的 课考没有夺第一 因为主考大人 是超级大神欧阳修 他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时候 都震惊了 这么牛 起来这么好 你该不会是我的学生曾拱吧 啊 不行不行 我要避嫌 这篇文章不能列为第一 只能排第二 于是苏氏大神就悲剧了 沈浪拿出这篇文章 不说秒唐云十条街 八条街总是有的了吧 以玄武为诗 沈浪选的当然是 曹操大神的 龟虽兽 神龟虽兽 悠悠尽识 藤蛇成雾 终为土灰 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啊等等等等 这首诗虽然不如短歌行 但也是惊艳绝伦 百年不遇的不晓名片 再说就算出的题目能够超短歌行 那沈浪也不敢吵 这么霸气绝伦 你想造反呢 霸气外露 找屎 亲爱的朋友们 本季 亲血 第183章 文占考试的时间 规定了三个时辰 也就是六个小时 但是肥宅金母从马子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一课中就超完了 而且整整齐齐 字写得好极了 天呐 接下来还有五六个小时 今天怎么过呀 那肥宅金母从是抓耳挠腮 难道我 我这就交卷吗 不行不行 姐夫会打死我吧 要不然 我继续抄书吧 然后金母从 就开始继续抄 这次他拼命地 压制了自己的速度 一个字一个字的雕琢 几乎每一个字 都是雕出花来了 然后再一次沉醉 而不可自拔 哎 人生无趣啊 还是抄书最有意思了 这间书房那一大文豪 没有诞生 但是一个书法家 却要冉冉升起了 我肥宅金母充 那天赋不高 但是我一个月写的字 够你们写一辈子了 我一个月超五十万字呢 股市问一下 谁能与我一战 还有谁 嗯 足足构思了一个时辰 唐云蜘蛛在握 风轻云淡一笑 然后潇洒至极的摸摸 轻轻地挑去了毛笔上 稍稍杂乱的狼嚎 用艺术性的手法 将毛笔占保了墨水 然后再挤去三分 然后下笔如有神 很装逼是吧 我唐云百年贵族世子 越国殿矢探花 我这个人一生下来 就注定光芒万丈 我的一举一动 都仿佛散发着光芒 优秀和高雅 傲慢与偏见 早就鸣刻在我的血脉 和骨子里面去了 没错 就是偏见 我唐云藐视你们 任何一个人 在我眼中 在座的都是垃圾 包括你沈浪在内 至于金木丛 抱歉 你连垃圾都不是 你只是靠着 吃垃圾为生的蛆虫而已 你依附着沈浪 写什么风月无边 不就是吃垃圾的苍蝇吗 唐云是越写 越觉得自己的文章 是妙不可言 太妙了 太好了 逼得会儿啊 这样优美的文字 这么好的文章 这么深的利益 我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我都佩服我鸡鸡鸽了 唐云啊 你的才华 究竟哪里是极限呢 啊 越写呀 唐云越觉得自己 全身轻飘飘的 仿佛要飞了起来 电视的时候 我要有这个状态 有这个文章 何止是探花呀 状元都是手到擒来呀 但是这篇策论写完的时候 唐云美妙的感觉到了极致 本丝如泉涌 诗才如尿崩 那只都止不住 一首精妙绝伦的诗 阅然纸上 真是写得太好了 不是好啊 我自己读了都三月不知肉味啊 可惜了啊 这样精妙绝伦的文章诗词 竟然用来金山岛之争 这样的文章 竟然和金木聪这样的蛆虫 一较高下 耻辱啊 这样的文章 就应该出现在 大炎帝国的炎龙大殿里面 越国已经装不下我了 写完之后 唐云又阅读了自己的文章三遍 越看越好 一个字都能改 一个字都改不动 已经完美了 然后唐云起身 朝着三位至高无上的裁判者 攻身行礼 飘然而去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看金木聪一眼 一个人走路 要踩死蚂蚁的时候 难道还会抬起脚 来看蚂蚁的尸体吗 当然不会了 随随便便的踩死的啦 然后不经意的 将斜地蚂蚁尸体蹭到地上便死啦 哎呀 最多是感慨一句 金木聪蚂蚁 你能够死在我唐云的脚底下 真是你莫大的荣幸啊 而肥宅金木聪 依旧在一个一个字的 就雕花 哎呀 我好像又发现了新世界的大门呢 这样一个个的雕琢 每一勾每一话都倾注了所有精神 真是好有意思啊 真好玩啊 好玩到我差点忘记了再考试 忘掉了我再抄书了 宁起王叔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金木聪还在一笔一滑地写 那速度我慢到了极致 这不是手瘸呀 这是脑瘸呀 所以才慢呢 于是宁起王叔同情叹息了一声 继续低头看书 又过了一个时辰 距离考试结束只有半个时辰了 终于金木聪叼完了最后一个字 好舒爽 好过瘾 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天峰 好累呀 那种虚弱的感觉 就仿佛那天晚上第一次看到 几幅画的那些女人一样 叼完最后一个字 金木聪抬头一看 诶 唐宇那个装逼饭竟然走了 啥时候走的 那我也走吧 金木聪起身 朝着三位大人物攻身行了一礼 脚下一阵亮枪 哎呀 腰酸背痛好虚呀 然后金木聪肥胖的身体亮枪离去 看起来显得尤其的悲凉 宁起王叔说 文战结束了 进来吧 权武博进海博进来 一并进来的还有几个宦官 一个个都眉清目休 带着书卷起 他们是内庭专门负责抄写的太监 金海 玄武 你们两个指定一个抄写太监 去将两位世子的文章诗词抄写一遍 然后封上名字 最后交给我们月卷 是 玄武博和金海博指定了一个抄写太监 这个眉清目休的太监上去 先抄唐允的文章和诗词 面无表情 然后他再去抄金木聪的文章和诗词 脸色稍稍一变 然后继续面无表情的抄写 这个细节被众人看到了 你看到金木聪文章时候 脸上竟然这样的表情都变了 你这是写得有多烂呢 完全不开入目啊 哎呀真是难为你了 这么烂的文章 你也要硬着头皮抄下去 就如同那沾翔的黑暗料理 闭着眼睛也要吃下去 两份考卷都抄写完毕 封上了名字 至于金木聪和唐允的原版卷子呀 被暂时的封存了起来 等阅完卷之后呢 才会拆封进行比对 确认无误 所以文章的公平真正的没有问题的 抄写封住名字后的卷子 会放在暗箱里面打乱顺序 最后再拿出来阅卷 阅卷主要是由宁启宁王叔和索玄侯爵完成的 为武功爵士武将 对这方面不感兴趣 索玄侯爵阅读的 应该是唐允的策论和诗词 好 也太好了 段题文字利益无意不好 这篇策论别说放在今日文章 就算是放在科举电视中 那也是绰绰有余了 了不起呀 少年可畏呀 年纪轻轻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 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这首诗也好啊 尿性 那个厉害呀 厉害了 虽然没有喊出名字 但是索玄侯爵心中还是觉得 这肯定是唐允的文章啊 前尚书令大人索玄觉得 胜负根本就没有丝毫悬念的 或者说胜负早已经注定了 唯一的悬念就是 唐允会写出怎样的文章 如今真是没有让他失望 太出色了 至于金木聪 那种废物的文章就只能让人做偶吧 不看也罢 不看也罢 而一边的王书宁起抽到的是金木聪的答卷 他则完全惊呆了 一开始他也想要拍案叫绝 但是手还没有拍下去就停了 因为那样太轻浮了 有些文章让人赞叹不绝 而有些文章则让人震撼 让你自愧不如 眼前这篇策论就是如此 最难能可贵的是 这篇策论没有任何的华丽的词早 但是利益深刻 完全没有其他文章那种战战兢兢 谄媚讨好之相 真是风轻月白 凌思忽至所得之文 区区六百言 读起来有青铜铿腔之音 看完了这篇策论 宁王书迫不及待的 就接下来看这首诗 《归虽寿》 看着看着 他竟然不由自主地就念了起来 劳迹福利 志在亲礼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颇有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意思 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写的也本儿耗了呀 大气磅礴 又引人深思 尤其宁起王书七十八了 那更是感动身受 就单单这首诗 让他深起知音之感 了不起啊 了不得呀 这已经不能用写的好来形容了 简直是让人膜拜了 恨不得焚香沐浴后再来拜读了 唐云竟然有如此之才 真地不像啊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84章 不像 不像啊 宁起王书本能地觉得 这肯定是唐云的作品呢 毕竟金木聪只是一个废物 但是唐云的文章 宁起王书是看过的呀 不是这种风格 他胸怀锦修 却过于绚烂 懂得放 却不懂得收 是顶尖的文章 但是却无法问顶宗师 就在此时 旁边的索宣侯爵说 宁起王书啊 你快看看我手中这篇文章 写得太好了 太惊艳了 然后两个人交换了考卷 宁起王书打开了唐云的侧论 看了一眼 他顿时皱了皱眉 如果寻常的时候 他还会惊艳一下 而刚才看过金木聪的考卷后 再看唐云的文章 顿时觉得有些不堪入目了 只会故作惊人之语 华众驱宠 庸俗下品 什么玩乐呢 老实讲 唐云的文章是真的不错 尤其是用词之华丽 确实让人惊艳 如果单独看这篇文章和诗词 真心让人舒畅 还暗叫绝 但是看了苏氏大神的策论 和曹操大神的诗词之后 一切都变了 就觉得唐云的文章诗词不值一提 嗯 怎么形容呢 就仿佛 你进入了闲者时间了呀 处于精神的升华期呀 王叔宁起 就处于这种阶段 所以唐云的文章在他眼中 就变得庸俗不堪起来 而另外一边的钱尚书令 索玄打人正在阅读 金氏聪的考卷 但是他刚刚受过 唐云的那个华丽的文章洗礼 此时再看金木松的考卷 读了苏氏大神和曹操大神的策论诗词 他顿时陷入了一种怪异的状态 什么状态呢 就是啊 好羞愧呀 我的品位什么时候降低到这个地步了 唐云的文章刚才竟然 让我感到惊艳 两份策论高下立判 两份诗词更是差距甚大 唐云彻底被秒杀了 没有留下一点点余地 连一点点质疑的空间都没有 都说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那只是普通情况 当真正的经典出现的时候 哪怕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读了之后 也会觉得 哇 太牛波了 比如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 朝露 去日 苦多 这种级别的句子 哪怕你不知道它是清古名篇 哪怕你不知道它是草草写的 看过之后也会觉得 堪畅淋漓 心中一颤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通杀的啊 对人的精神通杀的 清古名篇之所以流传下来 绝对不是因为炒作 大浪掏杀能够流传清古的 都是金子 哎呀 真正的清古名篇哪 哦 小经典啊 宁起王叔叹息 唐允的文章他没有看完 草草扫了一眼 就放到了一边了 因为他害怕破坏了自己的心境 索玄大人也点了点头 哦 威武功变修 那本来是不感兴趣的 此时听到两位大人这么夸奖 也不由地接过雷一看 对于策论呢 他一目十行扫过不感兴趣 但是看到龟随兽这首诗 他仔仔细细地看 这不到一百字的诗 他足足看了好几遍 啊 真的写得好啊 极好啊 连维武功爵这样的武人 看了都说好 所以 当这两份考卷公式出去的时候 大家心目中立刻就会有了答案 虽然还没有拆封 但是宁启和索玄都知道 这份考卷是金木聪的 这篇策论和诗词 不是金木聪本人写的 索玄说 宁王叔点了点头 是宁王写的 实怕是啊 此人真是惊艳之才呀 可不是吗 一本风雨无边 就已经足够惊艳了 现在竟然做出这样的策论和诗词 这样的人才 放在玄武伯爵府 是吱吱地浪费了 宁王 这是提前压题压重了 宁启王叔点了点头 只有这个解释了 难怪金木聪看到题目之后 就立刻埋头写文章 一点构思的时间都没有 他这是狂喜之下 害怕忘掉所背诵的内容啊 那么 这算作弊吗 不算的呀 人家提前压题重了 准备好了文章 再背下来算什么作弊呀 就算科举考试出现这样的情况 也只能是录取的 又不是在考场上抄小抄 又不是沈浪在半途中 把文章递进来 哎呀 冤枉张冲了 宁启王叔说 索宣点头 这张冲确实是厉害 只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呢 怎么办呢 是啊 怎么办呢 金木聪在文战赢了唐云 这大概会震撼整个越国吧 关键是这样一来 金山岛之争 玄武伯爵府就赢了呀 这样会违背国军意志 那么 违背良心 让金木聪输 让唐云赢 换成一个在位的高官 他们会这样做 为了前途 背点骂名算什么呀 但是 宁启王叔七十八了 索宣也七十五了 两位还能活多少年呢 什么荣华富贵 什么荣辱 他们都经历过 唯一在意的 只有身后之名 还有子孙的前程了 宁启是王叔 索性连子孙的前程 也不用在意了 他的子孙荣华富贵 是一定的 再高就不能了 没有野心 还能活得久一些 这两份考卷 是要公事的 这天下聪明人很多的 他们的心或许是黑的 但是眼睛却是亮的呀 这两份公章诗词的高低 轻而易举的便看出了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呀 根本就不是魅良心 可以抹平的 那么 宣布这场文战无销 重新出题再考一次 这也不可能啊 备用题都已经用掉了 可没有第二份备题了 总不能他宁启和索宣出题吧 更不可能前往国都 请国军再出题吧 那样可就出大丑了 对国军的威名是巨大的损害 得不偿失 况且呢 宁启王叔对新政不是那么热衷啊 因为他也有封地呀 虽然一点都不大 况且他是王族成员 仿佛根本不在新政的裁减范围之内 但是今日国军能够对老牌贵族下手 他日国库更加枯竭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裁减王族的供奉呢 尚书令所寻 侯爵说 一切由王叔做主吧 行 我做主就我做主 反正我也是一个过气的闲人了 哎呀 一个活得久一些的老货而已嘛 这次就以劳卖劳 也不用怕得罪人了 拆封试卷吧 拆开之后 发现这牛逼之急的考卷果然是金木聪的 再拿出原版诗卷 一一对照 一字不差 拧起王叔惊讶地发现 这金木聪的字写得很好啊 甚至是非常非常歪锐歪锐好 啊 他也不是传闻中的一无是处啊 这字不错呀 十几二十年后 甚至是一名书法大家 所缘接过来一看 确实是火候已成了 虽然锋芒不够 灵气不足 但是大巧若拙 这一百一眼的字写到了极致 也成大家了 这金木聪 虽然愚笨了一些 但是坚毅不拔的性子 倒是和金卓有些像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么文战的结果 就这么定了 定了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你 一百八十五张 外面大雨倾盆 天色已经昏暗了下来 但是依旧熙熙攘攘 几十上百人围在这里 等待着结果 近海伯爵府一家 玄武伯爵府一家 还有一众权贵 尤其是等着分食 玄武伯爵府尸体的一众权贵 但是沈浪不在 唐云也不在 沈浪觉得这样站在外面 等着结果很傻很low啊 唐云觉得自己必胜了 也没有必要要听结果了 甚至听到别人宣布 自己战胜金木聪 都是一种耻辱 什么时候金木聪 有资格和我比了 但是近海伯 唐伦却非常期待这个结果 甚至他已经一身戎装 连武器都配好了 因为只要第三战 结果一出来 唐云赢了金木聪之后 会立刻加赛一战的 近海伯和玄武伯 两个家族的主人比武 一局定胜负 见到玄武伯 依旧是一身的袍服 近海伯 唐伦就笑了 金卓兄啊 怎么也不去换件衣服啊 你这大袖翩翩的 不适合战斗吧 玄武伯拱手 没有说话 他从来不喜欢 呈口舌之力 近海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金卓兄还真是有自知之明啊 明知道自己不是我的对手 索性连衣衫也不换了 这几十年来 我们之间比武不止三次了吧 每一次你都败在我剑下 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啊 玄武伯继续拱手 没有说话 近海伯就是这样跋扈之人 他也不意外 而且这是事实啊 他也没有必要反驳 既不如人 也没有什么丢人的呀 旁边人是纷纷劝说 近海伯您快回去吧 文战结束了 就已经成定局了 不必在这里等候了 是啊 但唐允狮子是潭花狼 金木聪愚笨吃肥 那就算是太阳西出 也不可能是唐世子的对手 这场文战早已经没有悬念了 其实压根不需要唐允狮子出手 近海伯绝府随便找出一个 十岁小儿都能赢金木聪吧 这世界上读书人呐 想要输给金木聪 只怕是不易吧 众人是轰然大笑 金木聪都要气炸了 但是我忍着 我忍着呢 一会儿结果出来的时候 我要将你们的脸彻底打肿 我金木聪是不行 但是我姐夫厉害呀 我姐夫就是我姐姐的 我姐姐就是我爹的 我爹就是我的 所以我姐夫的东西 就是我金木聪的东西 很有道理的样子 我丝毫不觉得我羞愧 抄自己家人的文章 那能算抄吗 听到众人的话后 近海伯爵讨论大喜 我也知道结果已定了 但是我在这里等着和金卓兄一战呢 天色不早了 又要下大雨 早些打完 金山岛之争也早些结束 大家也早些归家 是啊 你看我们在这里都耗两天了 好戏也看够了 在这里先攻后 近海伯永远获得金山岛之拥有权 从今以后 唐氏家族更加兴旺发达了 忽然有人就说 玄武伯你也不要气呢呀 就算永远失去了金山岛也没什么 毕竟这几十年的金山岛都不在你们手里呀 这是安慰吗 这是幸灾乐祸呀 这人一看就不是贵族 太轻飘了 失去了金山岛 李云辉就会公开的锁还债务 玄武伯拿不出来 就只能用望牙岛抵债 望牙岛的盐铁收益占六七成 失去了望牙岛 玄武伯爵府就断了 银根了 银根一断就要裁减军队 没有了军队 在有些人的宣传下 玄武伯爵府欠下了天文数字的债务 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甚至还知道抵押物是望牙岛 都说强岛众人推 这话从某种程度上也不对 应该说强欲倒众人推 现在玄武伯爵府还没有灭亡 就有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来踩上一脚了 哎哎哎来了来了 人群顿时喧闹了起来 因为宁启王叔威武功爵 还有索玄侯爵走了出来 结果要公布了呀 全场寄精 翘首以待 肥宅金木聪屏住了呼吸 闭上了眼睛 等待喊出自己名字那一刻 近海伯唐伦装作漫不经心 耳朵却竖起 玄武伯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 但是心脏却提起了 宁启王叔没有掉胃口 直截了当 金山岛之争第三战 文战获胜者 玄武伯爵府金氏聪 这话一出群城死一般的寂静 这有哗哗的大雨声 众人不由地相互对视了一眼 是不是我听错了呀 还是我出现了幻听了吗 我怎么好像听到金木聪影了呢 真是反应不过来呀 这个消息太惊悚太突然了呀 而此时 突然想起了金木聪的一声尖叫 呦吼 我赢了 我赢了 唐云你在哪呢 你在哪里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要碾压你 我要秒杀你 现在我做到了 唐云你在哪里 你出来呀 我要打你脸了 我要打你脸了 姐夫 姐 娘 我赢了 鼻涕泡出来了 我好高兴啊 我 我好害怕呀 金木聪这一番表演 仿佛把所有人都惊醒了 众人轰然 不是幻听 不是听错了 获胜者 真是金木聪啊 这怎么可能啊 金海伯唐伦直接冲过去惊声地说 宁启王叔 你是不是念错了呀 情急之下 他甚至用你 而不是您 那意思非常清楚 宁启王叔 你老眼昏花 竟然把名字都念错了 那现在就重新念一遍吧 对于这一幕 宁启王叔真的是早有预料 所以他并没有发怒 而是翻开了册子 那我就再公布一遍 第三站文站 金木聪获生 唐云拜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这一下子众人都有发疯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这是尖了柜了吗 太阳从西边出来也不可能啊 那唐云和金木聪的文采水平 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你现在告诉我金木聪赢了 这简直那比后世人 听说中国男族得了世界杯冠军 还要荒谬啊 宁启王叔真的是昏溃了吧 但是他身边的索玄侯爵 威武功爵 也没有任何反驳呀 威武功爵 变消气场太大 没人敢问 于是有人就问 索玄大人 这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难道你以为我们都老眼昏花了吗 近海伯头脑是一阵阵发昏 真是有些摇摇欲坠呀 但是很快 一股怒气冲上了头顶 让他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不过这个时候又要什么理智啊 都已经性命攸关了 完全关系到近海伯爵府的命运了 唐氏家族之所以兴旺发达 完全是因为金山岛的铁矿 一旦失去了金山岛 靠着几百平方公里的封地能养活三千四军 你做梦吧 失去了金山岛就失去了一切 文战不公 这里面有诈 这里面肯定有舞弊 近海伯直接冲上前去大声地吼道 宁起王叔 我儿唐云的文才谁都知道 玉国殿是叹花狼 而金木聪是什么货色 大家都清清楚楚 说他赢了我儿唐云 这简直是天下最大的笑话 这话一出啊 众多权贵纷纷生缘 金山岛之争可不仅仅关系到你 金氏家族和唐氏家族了 还有一大群等着玄武伯爵府灭亡 他们等着来分割金氏家族的尸体大块吃肉呢 甚至现在都已经分配好了 就等着玄武伯爵府轰然倒地了 现在你却跟我说金氏家族不死了 这就电影的大腕里面 葛老师和英老师早已经把大导演 泰勒追悼会议的广告给卖完了 金金都收了 尼泰勒却说户人不死了 这怎么能行啊 黑幕黑幕有无弊 这里看着有无弊 金道不公金道不公啊 众多权贵躲在人群中 大声地呼喊 眼看着盗手的利益竟然失去了 这怎么可以啊 大家都盼着你玄武伯爵府死 你竟然不死了 做死吗 威武功便消使一声怒斥 他的声音明明不大 却如同雷霆一般 让人身体猛得一阵哆嗦 杀气凛然呢 然后一股寒意从裤裆涌起 全场竞技 不敢作声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第186章 宁起王叔说 来人啊 把金木聪和唐云两个人的文章都贴上去 让所有人都看看 这场文战是否有任何不公 所有人一胸而上 去看金木聪和唐云的文章 金海伯依旧大吼 这里面肯定有黑幕 肯定有舞弊 我等不服 宁起王叔寒声地说 不服啊 可以 他猛地将袖子卷起来 眼睛一瞪 胡子翘起 墙上的文章都贴着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全武伯爵府的文章 在利益上 在规格上和品行上 远远超过了近海伯爵府的唐云 世人一眼便能看出 对我判决有不服之人 可以进京向国君告状 可以去申诉 但是现在 如果有人敢闹事 就不要怪我的刀子太过锋利 我宁起虽然是一个过气的闲人 但是也不是不懂得杀人的 来人 若是有人敢喧哗闹事 立刻给我拿下 傲娇的唐云参加完文章之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拿起了一本书 津津有味的就看了起来 一刻钟过去了 他还在看这一页 半个时辰过去了 他还在看这一页 一个时辰过去了 他依旧在看这一页 他在做什么呀 在回味和幻想 回味自己写的策论和诗 用了半个时辰 接下来幻想 宁起宁王书和索寻侯爵 阅读自己策论诗词时 是如何之经验 用了半个时辰 最后幻想公布成绩 所有人争先吹捧他的时候 阅读到他诗词文章惊叹不已 又用了半个时辰 一边幻想 一边等待 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 虽然他对战胜金木聪 这种肥宅毫无兴趣 但是胜利这种东西 谁又会嫌多呢 最关键的是他扭转乾坤 挽救了家族的命运呢 唐岩几乎输掉了家族的未来 但是唐岩力往狂澜的呀 等着等着 他不由得有些心交了 怎么消息还不来呀 虽然我赢的不会有任何悬念 虽然我没有去现场 但是我还是在乎结果的呀 你们怎么可能 不第一时间来通知我呢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奴仆飞奔而入 世子 世子 唐岩端起了手中的书 终于翻了一页 淡淡地说 叫什么呀 区区一个文战 战胜了金木聪这等废物 又有什么好欢喜的呀 那个奴仆冲起来之后 颤抖地说 世子 世子 您 您输了 唐岩一个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你疯了吗 你 你给我开这种玩笑 那个奴仆说 世子 这是真的 您输了 我输给了金木聪 荒谬 荒天下之大谬 是真的呀 世子 现场都炸了 您快去看看吧 唐岩猛然站起 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 外面依旧暴雨 倾盆 等唐岩赶到了 怒江猎场的学堂外时 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因为刚才 宁起王叔直接发飙 威武功绝 紧眉头一皱 便几乎让人魂飞魄散 这些人纷纷鸟兽散 去找他们的主心骨 张冲大人 眼下宁起王叔 已经当众宣布了 玄武伯爵府获胜了 想要改变这个结果 几乎已然是不可能的了 现在就看张冲大人 有什么法子 能不能力往狂澜了 唐云静静一人 站在墙壁之下 虽然已经是夜晚了 但是墙壁下 还吊着那风灯 雨尽管下得很大 但是学堂外的围墙 有很宽的屋檐 张贴在外面的文章 虽然有些事了 但是依旧能够看得清楚 唐云第一时间冲到了自己的答卷面前 充满阴谋论的他 立刻能想到 会不会是有人给自己的考卷给掉包了 又或者是故意破坏 他想多了 他的文章和诗词 完完整整 一字不漏地贴在了上面 接着 他赶紧看金木聪的策论和诗 先草草地看了一遍 然后 他的心脏猛地一抽 他毕竟是炭花狼啊 是有真材实学的 抛开偏见 他一眼就看出 金木聪的这篇策论很高明 利益要深远得多 不像他唐云的策论 看似张扬风里 实则是有些无力 某些地方甚至牵强附会 一方面 他喜欢用华丽的迟枣 二来呢 他想要借机拍国军的马屁 所以就单纯的策论上 两篇文章整整 差得不止一个级别 他唐云的策论 单独列出来还好 但是两篇要摆在一起 就被衬托得庸俗暗战了 再看金木聪考卷上的诗 短短几十个字 片刻就看完了 但是震聋发聩 这首龟随兽 哪怕在心中默念的时候 仿佛耳边又回响 这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比起他唐云华丽迟早的堆砌 简直不可同人而语啊 秒杀 真正的秒杀 输了 真的输了 不是幻觉 是真的输了文战 这不仅如此 整个唐云家族都输掉了金山岛之争 但是对于金山岛之争的失败 唐云一下子还难以感同身手 他现在唯一在意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他竟然输给了金木聪这个废物 接下来 这件事情会传遍整个越国 他会沦为笑柄的 之前他是炭花狼 有多么的辉煌 那以后就会有多么的可笑 金木聪啊 肥宅啊 废物啊 你堂堂的炭花狼竟然输给了他 该是何等之耻辱啊 唐云遍体冰寒 手中的雨伞早已经飘落了 冷冷的 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啊 不 这不是金木聪写的 一定不是金木聪 肯定是神浪 对 一定是神浪 神浪 我要和你势不良力 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万段碎尸 唐云是疯狂大吼 都破了阴了 充满诬陷的不甘和痛苦 神浪也没有去等结果 他也在看书 阴阳十三经 而且还有图画 尽管没有他画得好 但是聊胜于无嘛 只不过他也在装逼 一刻钟过去了 他盯着这一页 没有翻过去 半个时辰过去了 他在这一页 依旧没有翻过去 一个半时辰过去了 他在这一页 还是没有翻过去 而就在此时 外面响起了疯狂的脚步声 就仿佛是一头佩棋 没有 就一头猪在奔跑 那用放出去的屁响 也知道 那是金木聪啊 这个姐夫 我赢了 姐夫 我赢了 我碾压了 唐云 金木聪疯狂地冲进来 神浪淡淡淡地说 哎哎哎 鸡什么呀 赢就赢了 有什么激动的呀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幕仿佛有点眼熟啊 姐夫 你耍我呀 今天文战考的两道题 根本就不是你昨天晚上 给我的那两道 策论题 是形赏忠厚之志论 试题是玄武 我当时看到这两道题 几乎都吓呲呲了 什么 神浪猛地一阵哆嗦 手中的书几乎要掉下来了 怎么了 姐夫 你说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策论题和 形赏忠厚之志论 试题 是是是 玄武啊 这一下子 神浪几乎要吓呲呲了 怎么会这样啊 昨天明明用X光透视眼 看得清清楚楚 是另外两道题啊 怎么临场又变了呀 神浪脑子飞快地转动 然后 他立刻明白了 昨天他露出了破绽了 在军战中 穆兰打得小心翼翼 根本就没有拼命 这点很不正常 如果关系到家族命运 穆兰肯定会舍命去战斗 甚至同归于尽 他为何没有那样做呀 因为他对文战的胜利 胸有成竹 这个破绽肯定被张冲抓到了 然后 他想办法让宁启王叔 换了题目 不管是科举考试 还是这种文战大笔 都会有备用题的 神浪不由的一阵阵的毛骨悚然 张冲 你是人是鬼呀 竟然这么牛逼 在第二场军战中 全武伯爵斧本是必胜无疑的 是张冲察觉到不对劲 当机立断 让近海波去几个家族借高手 这才有了平局 这第三战 张冲竟然去让景启换了考题 差一点点呢 就让张冲给翻盘了 玄武伯爵斧 差一点点 就要输了呀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了 谢谢 这一战 神浪能赢 真正的是三分靠实力 七分靠运气 老天爷都在帮他 当然了 神浪之所以能够压重题目 这也是他准备的足够充分 真心是有心栽花 花不发 无心插柳 柳成荫啊 万万不可小觑的天下英雄啊 金木聪见到沈浪发呆 我有点说 姐夫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当然是在耍你了 沈浪是哈哈大笑 不知道为什么 金木聪觉得 姐夫笑得有点尬 特别的尴尬 沈浪脸上在笑 但是心弦 却是再一次提了起来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金山岛之争的胜利 仅仅只是开始 接下来才是高潮 才是重头戏啊 胖子 你不是要打脸唐允吗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呀 我想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你呀 你已经告诉我了 你现在就可以去打脸唐允了 狠狠打他脸 去吧 金木聪弱弱地说 我不敢 我怕我打不过他 怂惑 张冲一直跪在山顶城堡的院子里面 大雨倾盆 下了整整几个时辰 他枯瘦的身体 就笔直跪着 一动不动 暴雨砸在他身体上 就仿佛砸在岩石上一般 张冲和张春华劝不动父亲 就陪着一起跪在边上 张冲可以跪 春华你回去 不 我跟着父亲一起跪 我也是张家的人 父亲在受罪 我怎可安详 你一个女儿家 穿得也不厚 背鱼一鳞 成何梯统 对呀 那裙子都贴身上了 身材曲线可都是显露无遗呀 而且丝绸很薄很透啊 张春华走了 片刻之后 他又回来了 身上穿着缩衣 然后跪在父亲的右边 张氏一家三口跪在这里 请求王叔宁起的原谅 张冲心中迫感欣慰 他的这对儿女啊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但是起码是孝顺的 心也齐 一个家族 心齐最重要 天黑后不久 王叔宁起 殿霄所学侯爵都来了 见到张氏一家三口 整整齐齐跪在院子里 王叔宁起的眼神微微一颤 尤其是张春华一个女儿家 也跪在这里 这可是秋末呀 雨水很冰凉的 还是这样暴雨砸在身上 跪几个时辰 可真是不好受 王叔宁起上前 张怒江啊 你赶紧回去吧 我不生气了 重归在这里 不是为了让您消气 而是犯了错就应该惩罚 张冲 你的猜错是对的 这沈浪可能真的提前知道了考题 你确实算无余策呀 张冲心中一松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的备用题 还是被他压重了 金木聪赢了 玄武伯爵服三战两胜 赢了 张冲如遭雷击 枯瘦的面孔猛的一阵抽搐 张嘴想要说什么 但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眼前一黑 猛的一头砸在了地面上 父亲 父亲 张进和张春华上前 将父亲扶了起来 王叔宁起心中不忍 赶紧将你们的父亲扶进城堡之内 喝一口热姜汤 快快 但是很快张冲自己就醒过来了 嘴唇发紫 推开张进和张春华 朝着王叔宁起拜下 多谢王叔告知 冲知道了 仅仅片刻时间 他就恢复了安静 然后他继续直挺挺地跪在那里不动了 王叔宁起 威武公爵变消完全色变 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坚毅之人 受到这样的打击 仅仅瞬间就恢复过来 而且重新充满了斗志 王叔宁起大声地说 张冲大人 我求你不要跪了 错的人不是你 是我 来人 请张大人抬回去休息 找最好的大夫给他看病 是 几个武士上前 强行将张冲抬走 回到了他的房间之中 哪怕是大雨倾盆 整个玄武伯爵府驻地 依旧陷入了欢乐的海洋 没有当值的武士 拿起了美酒 畅饮 没有想到啊 竟然是大获全胜啊 从此之后 金山岛就属于玄武伯爵府的了 谁都觉得是必败的呀 但是没有想到不但胜了 而且竟然是金木聪世子力挽狂澜了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而玄武伯的书房内 正在召开秘密会议 只有四个人参与 玄武伯 金木兰 沈朗 金木聪 你说为啥要让金木聪参加呀 啊 他毕竟是世子嘛 而且他有一个巨大的优点 那就是守口如瓶 不该说的话 绝对不会说 那时连他许文招这样的人渣 都不肯出卖 科金肥宅的人品 那有多高了 所以根本不怕他会将会议中 讨论的机密泄露出去 但是 肥宅没有一点点参与核心会议的兴奋 反而是昏昏欲睡 昏飞天外 胖子 你干嘛呢 肥宅一个机灵啊 然后摇头 姐夫 我实在是听得没意思 我能不能在这里抄书啊 抹了个袋袋的呀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 你都秒杀了探花唐允的人了 竟然还时时刻刻的想着马子 马子有什么好的呀 你就不能有点高追求吗 去去吧去吧 干嘛干嘛去 沈浪挥了挥手 嘿嘿 肥宅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玄武伯内心一声无声的叹息 紧接着 媳妇木兰也忍不住叹息一声 金木聪走了之后 室内的气氛顿时变得严肃了起来 三人组决策层也不错呀 沈浪面孔一诉 郑重地说 岳父大人 娘子 比武三战结束了 我们大获全胜 但是好戏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高潮 才是你死我活的战斗 但是我们终究获得了第一步的胜利 已经化被动为主动 变防守为攻击 第二步 旺崖岛战略要正式开启 金山岛之争我们赢了 或许有很多人都希望 我们会对这个岛屿投入 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 但是绝不 拿回了拥有权之后 我们一不开发 二不驻军 我要把金山岛变成一个绞肉场 希望能够榨干敌人的血 当然了 当务之急 我们要做的是报复 之前跳得厉害的小丑 垂次要拍死 尤其是朱兰亭 朱文华父子 上次在宴会上竟然敢阴我 哼 为了金山岛之争大局我忍了 让他们多蹦了好几天了 这次 我一定要让他家破人亡 沈浪走到窗外 然后看着外面的倾盆大鱼 从中午一直下到现在就没有停过 暴雨本应该是在夏天才有 秋末下这种暴雨 真是要了命了 怒江的水位肯定暴涨了吧 蓄水湖肯定快满了吧 岳父大人 如果我是金氏家族的敌人 就会想出一招毒计 掘开我们封地上游的堤坝 让蓄水湖的滔天洪水灌入 让我们封地变成汪洋大海 将无数的房屋子民彻底淹没 给予我们毁灭性的打击 这话一出啊 玄武波立刻脸色一变 猛然站起 沈浪的担心一旦成了事实的话 那后果完全不堪设想啊 到时候会死多少人呢 整个玄武伯爵府 所有的资源都会投入到救灾安民 会消耗天文数字的金钱 人力物力 而且整个节奏都会被打乱 我们这次出来啊 带走了八百士兵 留守家中的只有两千四军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是金会金钟金石英金城木兰 所有的首领都来了 家中就剩下了夫人 林老夫子金建娘 诸君无首啊 立刻让木兰金会金石英回去 沈浪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明日就要宣布金山岛之争的结果了 而且两家要正式签订契约 将金山岛拥有权转移到我们金石家族 木兰不能回去 而且啊最关键的是 被动防守是不行的 要主动进攻 沈浪摊开了地图 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诺江就在玄武城北边 奔流入海 为了蓄水灌溉 在几百年前呢 就在诺江南边修建了几个堤坝 构成了一个天然的蓄水壶 整个大坝分为很多段 都修建在山谷之间 然后利用天然山脉将江水蓄存 天旱的时候就放水灌溉农田 整个蓄水壶横跨了诺江郡 阳武军 在诺江郡就有五段堤坝 在阳武军有三段堤坝 其中玄武伯爵府封地的上方 就有三段堤坝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 如今玄武伯斯军的精锐主力 全部在诺江猎场 回原时来不及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 清雪 第188章 沈浪目光落在了地图上的一个角落 岳父大人 这里应该是蓝山紫爵府吧 玄武伯点了点头 整个蓝山紫爵府 未处于一个山谷之中 虽然他家的封地没有了 但是几万亩庄园还在 之前祝氏家族为了自己的私利 就专门在庄园北边修建了地坝 然后将怒江蓄水壶的水引来 所以哪怕干旱的季节 祝氏家族的庄园都有大丰收 这片山谷内都是蓝山紫爵府的庄园吗 嗯 都是 有其他的平民的田地和房子吗 原来有几个村子 但是祝兰亭把封地和兵权交出来之后 国军就将这片山谷所有的田地 还有山地都赐给了祝兰亭 算是对他补偿 所以此时祝兰亭的庄园比我们还要大 有几万亩田地和种植园 没有其他平民的村镇 金慧 你进来 片刻之后 金慧进来了 沈浪指着地图 你用最快的时间赶回家中 叫上田十三 哦 不 是沈十三 你去毁掉蓝山紫爵庄园上方的堤坝 让洪水灌入他家的城堡和庄园 淹没一切 这话一出在场所有人是毛骨悚然 这位姑爷你还真是心狠手辣呀 让沈十三去东边的枯水滴 把那里的堤坝开一个大口子 将大部分洪水都引流到苦水地去 那里已经是一片严浅地了 没有人生活 只有这样我们玄武伯爵府封地才会彻底安全 不会有水淹之火 洪水从另外一个地方泄出去了 水位就下降了 玄武伯爵府的封地就不会微如雷卵 记住啊 不要彻底毁掉这个苦水地的地坝 开一个大口子泄洪就可以了 蓝山紫爵府庄园北边的地坝 口子也不要开得太大 确保毁掉筑兰亭的庄园 淹没他家的城堡 但是水势不要太凶猛 要让山谷内的人有足够的时间逃命 我要杀的是祝兰亭全家 尽量不要殃及其他无辜人群 姑爷 这些堤坝都是有条石铸成的 想要开一个口子很难 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 我们率军赶过去 只怕来不及了 挖掘起来需要很长时间 而祝兰亭庄园北边的堤坝 肯定有人防守 所以很难成功啊 记得我的三号地下室吗 经会知道啊 神浪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都放在城堡外的地下密室里了 去找小兵要钥匙 然后去三号的地下密室 把里面的箱子拿出来 只要在堤坝内开一个小口子 将箱子塞进去 点燃引线 然后你们立刻就离开 接下来堤坝就会被炸开一个口子 记住 里面的东西 你们不要打开看 更不要让别人看到 炸开堤坝的时候 也要造成自然崩塌的假乡 箱子里面的东西 现在不能现实的 否则会有灭门之灾 另外 扣押天使三的父母 不要离开城堡一部 去办事吧 是 金会躬身地说 然后 他冒着雨离开了怒江猎场 飞快骑马返回了玄武伯爵府 去履行沈浪的命令 张冲病倒了 近海波一行人去求见 结果被张进挡了回来 张冲大人啊 这文战肯定是沈浪无弊了 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挽回局面呢 明天一早宁启王叔可要宣布金山岛之争的最终结果了 一旦宣布玄武伯爵府获胜 就要当政签订那金山岛拥有全转让契约了呀 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片刻之后 张冲让张春华出来传一句话 这一局输了 不要恋战 立刻进入下一局 千万不要有任何轻举妄动 等我思虑成熟 再部署下一步行动 张春华重复了两遍 让近海伯等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会给沈浪可乘之机 然后张进将近海伯一行人强行的赶除 就让父亲张冲安心的养兵 回到驻地之后 近海伯唐伦等人是怒气冲冲 这个张冲也只不过是装枪作势而已 之前挺厉害 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 就不顶用了 还说什么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难道等着沈浪将刀子架在我们脖子上吗 他只是一个太守 有什么权利使唤我们这群贵族 得 得 不能等 一定要行动 一定要报复 而就在此时 兰山子爵 祝兰亭悠悠地说 我有一个毒计 可以毁掉整个玄武伯爵府封地 众人一惊 是什么毒计 如今这大雨倾盆 那堤坝崩塌也是正常的事情 玄武伯爵府北面的堤坝若是塌陷了 那滔天的洪水就涌入了金氏家族的庄园 还有它的封地 届时金氏家族无数粮田村镇城堡都会被洪水淹没 死伤无数 那对玄武伯爵府将是何等之毁灭性打击呀 有人弱弱地说了一声 这样会不会有伤天和呀 顿时所有人都朝他望去 我们当中混进了一个傻波呀 你这么幼稚你怎么活到现在的呀 还并且混到我们这个圈子里来了 斗争就是要不择手段 你造吗 玄武伯爵府北面的蓄水湖是灌溉整个封地农田用的 一旦决堤了 别说玄武伯爵府封地会被淹 就连玄武城许多村镇也会被淹 到时候会死很多人的 那个人认真地说 金海伯说 死的人里面有你的父母和家人吗 没有 金海伯又说 有你的情人和师生子吗 什么子 四生子 也没有 那你关心死多少人干什么呀 祝兰亭子爵说 而且淹的大部分都是玄武伯爵府的封地 接下来被山脉遮挡 等到了玄武城这边 已经没有余力了 再说这是秋末 下了这么大的暴雨 几十年都见不到一次 蓄水湖决堤 是不是很正常啊 哎呀 只怕玄武伯爵府人会派人去守护堤坝呀 这是一定的呀 每年下暴雨的时候都会派人专门守地霸的 祝兰亭子爵接着说 玄武伯爵府最精润的主力在怒江猎场 封地那边群龙无首 怎么挡得住我们这虎狼之事啊 近海伯猛的一拍桌子 还生的说 这事就这么干了 靖安伯敲了敲桌面 虽然没有开口 但是他的意思也很明显 这事啊 干了 他和沈浪也是生死大仇了 之前沈浪让林卓染上可怕的病毒 然后蔓延到整个晋安伯爵府 那整个家族陆陆续续地死了近百人 当然其他人死得再多也没有关系 关键是他第三子和第五子 吴赵仲被迫亲手杀了他们 这样的深仇大仇 他要十倍百倍地讨还 所有人目光望向了镇北侯的二公子南公平 这位二公子心中稍稍有些后悔啊 他真的不该来掺和这个烂事啊 而且他家根本也不需要从玄武伯爵府那得到什么好处啊 但是父亲为了保住兵权 为了自己和兄长南公邪的前途 才加入了这场对玄武伯爵府的绞杀 如今这些人商量的事情很显然是非常危险可怕的 于是南公平昏飞天外 仿佛装什么都没有听见 近海伯说 这件事情既然决定做 那所有人都要承担责任 每一家都要派出高手 这就相当于那投名状了 大家坏事一起做 否则万一有一个人告了密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太大了 万一被爆了出来 会引发天大的后果的 谁要是不参加 今日就不必走出这道门了 朱兰婷子觉 这个主意既然是你提出来的 那你就带头去做 朱兰婷一饿 然后说 我总不能白白做吧 近海伯寒胜地说 朱兰婷 上次迎接四皇子的宴会上 你出手害了沈浪 现在金山岛之争结束了 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 朱兰婷子觉说 让我做事可以 但是不能白白地做 给你两艘海船的份额 船你自己买 但是可以加入我的航线和诸国贸易 朱兰婷顿时大喜 在他们的贸易中 所谓几艘海船 那船本身并不是最值钱的 值钱的是航海贸易权 而这个贸易权就非常复杂了 一部分掌握在沿海的贵族和官僚手中 另外一大部分掌握在怒潮城手中 海盗求天威是整个越国东海航信秩序的掌控者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后期制作 千雪 第189章 所以 求潇作为一个海盗之子 才能堂而皇之地出入贵族的府邸 当然了 玄武国爵府也掌握了有部分的贸易权 他家的盐有一部分是通过海上贸易卖出去的 国军的新政其中一个意图就是想要盐铁砖卖 将这两笔财源从这些贵族手中拿回来 行 这件事情我带头做了 求潇少主 这件事情恐怕又要借用你家的名义了 求潇咧嘴 可以 是浪抢我的女人 而且还杀了我的人 我要杀光他们一千人一万人 信海伯说 速度要快 这大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 等水位下降 洪水杀伤力就弱了 就不能将玄武伯爵府的封地彻底淹没了 接下来 在场的所有巡规 除了镇北侯家族之外 每家都派出了几十名精锐武士 由筑兰亭子爵 小海盗王求潇啊 率领了二百名精锐武士冒着大雨 趁夜怪马奔赴了玄武城办大事 掘堤毁掉整个玄武伯爵府封地 淹死金氏家族的无数子民 想想都让人热血沸腾啊 半夜时分 窗外的大雨依旧飘阔而下 秋末下成这样的大雨 那真是邪性了 这样的天气 真是助长人的邪心啊 木兰穿着丝绸睡衣 站在床前 轻轻地依偎在沈浪的怀中 夫君 你说接下来的斗争会更加激烈 接下来的斗争会非常惨烈 大概会死很多很多人 但是死的都是我们的敌人 夫君 你说唐伦会顺顺利利地 把金山岛交出来吗 不会 莫兰娇声地说 那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呢 当然是流血 战斗了 难道就没有休止吗 有休止的 等我们完成了第四步战略 就能逼退国军的意志 我们的家就能安宁了 几个时辰后 金慧赶到了玄武伯爵府 整个伯爵府几乎是都不眠了 根本不可能睡得着啊 因为金山岛之争很快就要出结果了呀 这完全关系到了家族的命运呢 至于这天降暴雨 夫人苏佩佩是不担心的 毕竟天干旱了这么久了 蓄水湖的水位已经下降了很多了 这次暴雨虽然会让怒江灌入蓄水湖 导致水位上涨 但是这是好事 不会有什么风险 夫人虽然性格泼辣 但是心底善良 没有想到人会恶毒到这个地步 根本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来毁掉地霸 水淹伯爵府封地 见到金慧冲进来 夫人猛地站起身 金慧啊 金山岛之争的比武三战结果如何 我们赢了吗 已经赢了 夫人大喜 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我的浪儿真厉害 等到他回家之后 我一定好好奖励他 金慧没有把接下来毁低的密室告诉夫人 而是直接找来了金姐娘 金慧金钟金石英金城都不得了 实在金剑娘就成了司军的首领之一了 此时的金剑娘一身戎装 英姿飒爽 面无表情 反正只要不在沈浪面前 她的脸始终是冷冰冰的 她其实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沈浪 那天晚上将她撞飞的骑士 就是她沈浅 金将娘 只不过当时她全身都笼罩在盔甲之中 也看不出来 剑娘 你下令 派出三支百人队 前往北边的三个堤坝 巡逻守护 金慧说 金剑娘柳梅一扬 哥 有人要毁掉大坝 水淹我们 金慧点头 可是 我们没有足够的战马了 速度不够 万一出事了来不及互相侧应 如果遇到敌人的话 切记坚持就可以了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作战 我们的精锐都在怒江猎场那边 万一动手 你们会吃亏的 难道 我们就任由他们毁掉堤坝 毁掉我们的家 金慧和金剑娘都是战争孤儿 从小对那个玄武伯爵就给领养了 完全把这里当成了家 把这片土地当成了故乡 放心 孤爷早有准备了 听到孤爷两个字 金剑娘的脸蛋瞬间就红了 颇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金慧心中无语 终于忍不住了 金娘 孤爷是很优秀 但是 一下子金慧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说不好吧 那不舍得 也不敢 说得好吧 那真是不甘心的 这位孤爷有多渣 那没有人比金慧更了解了 很多事情都是当着他的面发生的 哥 不许你说孤爷坏话 否则三天不理你 金念娘脖子都红头了 直接出去办事了 金慧忍不住的说 走你呀 金慧找到了沈十三 也就是田十三 找到他的时候啊 他正坐在黑暗中发呆 他进入玄武伯爵府 已经有几个月了 我沈十三 那也是个人才吧 你沈浪姑爷 你招揽过来之后 你且不说重用 且不说礼礼相待 你直接就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你真的是忘记了呀 这几个月来 沈十三是吃穿不愁 父母也过得很好 尤其是母亲 竟然和沈浪的母亲 大傻的后母送事结成了好友 每天都在一起刺绣纺织丝绸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三个女人怎么会玩在一起的 但是沈十三 就被忘记在这个城堡的角落里了 真正的是白天没屌事 晚上没事 最可怕的是 他母亲竟然正在给他相媳妇 大傻的后母送事到处打听 打算做媒 可能几天之后 他沈十三就要去相信了 我他瞄的还是江湖杀手吗 他的断腿已经长好了 每天没事就只能拼命地练剑练剑练剑 当金玉惠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沈十三正望着外面的大雨发呆 终于有人来找我了呀 我还以为组织早就把我忘了呢 怎么会呢 就算是一张草纸 一根脚趾棍也有他的用处啊 走 有任务 沈十三好兴奋啊 猛地站起来 拿起剑就往外走 他的身体都快生锈了呀 至于什么任务 他不想问 总之有事情做就好 再这样无所事事下去 他都快要疯了 来到沈浪和木兰住的小院子 金玉惠在外面喊 小兵姑娘 我奉姑爷知命了 你前来找你 片刻之后 院子里面好多窗户 都亮了起了灯火 紧接着 大部分的都熄灭了 就剩下了一个窗户亮着 半刻钟后 小兵出来了 睡眼朦胧 什么事啊 姑爷让我向姑娘 叫三号的地下密室的钥匙 小兵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三号密室 三号密室 这姑爷很讨厌的 总共十几个密室呢 而且临走时候 把钥匙交给他保管了 啊 气起来了 三号密室钥匙 小兵拿出钥匙 打开姑爷的房间 又拿起了新钥匙 打开了姑爷的密室 又拿起了新钥匙 打开了姑爷的柜子 在第三个格子里面 拿出了钥匙 啊 一切都好熟练的 能不熟练吗 小兵经常半夜三更 悄悄目归来偷人的 金会递过去 神浪的亲笔心 小兵看完之后 将钥匙递了过去 然后发出了一声低呼 因为他穿着丝绸水衣 这一身手露出了胳膊了 他赶紧将那袖子一扯 遮住了自己的胳膊 你们闭上眼睛 不许看我胳膊 我是姑爷的女人 那金会和沈十三都无语了 接过钥匙 二话不说 就走了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 第190章 造孽呀 金会忍不住地说 十三啊 你有想过娶媳妇吗 那十十三想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去外面找吧 有姑爷在 在我们府里 是找不到媳妇的 十十三是甚以为然 金会去三号地下密室 取出了两只大箱子 用油布层层包裹起来 姑爷说过了 不能打开看 不要问这是什么东西 他将其一口大箱子 递给了沈十三 箱子千万不要被淋湿 也千万不要打开看 你去苦水池的堤坝 在两丈高的地方 挖穿一个洞口 然后将这个箱子塞进去 点燃引线 然后立刻远离 两千尺范围之外 等堤坝炸开一个大口子 洪水倾斜到苦水地后 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沈十三接过箱子 是 如果有人拦截 各杀勿论 如果打不过就逃命 如果真的逃不了 就点燃引线 通归欲尽 你手里的箱子 一定不能落在任何人手中 明白吗 是 然后两个人骑上快马 分道扬镳 一个去炸蓝山紫爵的北边的堤坝 上演洪水淹没 注视家族的大戏 一个前往东边的苦水池堤坝 是炸背泄洪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筑兰庭紫爵才率领着上百名精锐武士 冲到怒江猎场 赶赴炫武城 时间差很重要啊 四日一早 大雨竟然还在下 这天气真心是妖了呀 今天就要正式的宣布金山岛执政结束 判定金山岛的贵属 木兰准备的那一身华丽长裙 终于有机会穿上了 美美地站在沈浪的边上 掩盖群方 在场的数百人 光女子就有百人啊 全部都是权贵千金贵妇 美人无数 但是木兰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沈浪好娇闹啊 虚忠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不过他当然也发现 筑兰庭紫爵不见了 怒朝城的少主求骁也不见了 敌人果然如他想象中那样毫无底线啊 面对这样的无耻之辈 就要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不知道朱兰庭紫爵得知自己的 几万亩庄园田地 还有几百亩的城堡 几百年的家族基业 被大水彻底的冲毁淹没 会是何等的表情呢 搜紧 一声断喝 群城寂静 几百人整整齐齐坐着 拧起王叔朗生地说 我宣布 金山岛之争 比武三战正式结束 比武过程 公平公正 比武结果 公正有效 那金山岛之争 最终胜利者 是玄武伯爵府 金氏家族 从今天起 金山岛的拥有权 永久归金氏家族所有 在整个大厅内 沈浪和木兰真是天造地设的碧人 尤其是沈浪身上又换了一套衣衫 最贵的锦段 上面绣着不仅仅是金丝了 还有另外一种更加昂贵的材料 一种寿金 这种寿金非常的坚韧 适合用来做工衔 但是它还有一种特别出色的地方 那就是在光照环境下 它能够不断地变换颜色 显得特别的华贵神秘 所以这种寿金的下额 是同等重量黄金的十倍以上 沈浪这件新袍子上面 就用几十米这样的寿金 所以这身锦袍 别提是多么的华丽了 这个扫包 来怒江猎场不到三天 他就换上了四套衣服了 今天这一套是最贵的 那不认识他的人 见到他这这身衣服还会吓一跳呢 这人是谁啊 莫非是那位侯爵府的世子 哪位公爵的公子啊 殊不知仅仅只是玄武伯爵府的坠须 还是一个乡下平民的此地 哎 没办法呀 没有身份的人才需要穿名牌啊 马里里岗城 那从来都不穿名牌 也不喜欢戴名表 很多人就说 瞧瞧人家多么低调 那么牛的身份 都带着那卡西欧的电子表 什么劳力士 百达费力 都是啥子才会去买呢 然而真相就是 低调是一种很昂贵的东西 普通人的低调 其实就是默默无闻呢 不过有一点破坏了 沈浪爵士美男的风范 他的脸上 哎 那个牙印 就是牙齿印 不但没有消去啊 而且还变得更加显眼了 因为已经轻子了 但是奇怪的是 在场众多美女 还就盯着他脸上的牙印看 哎呀 好羡慕金木兰啊 有这样俱美无匹的面红可以咬 换成我 别说是咬脸了 就算要咬其他地方 我也愿意啊 接下来就是签订契约了 近海伯唐伦 尽管有千万般不甘 但是众目睽睽 而且在三位超级大佬的目光注视下 不得不签字 并且盖下大印 这一瞬间 他的身体都颤了 眼眶有一些发热 金山岛啊 他家族的命根子呀 已经经营了几十年了呀 如今却要落入敌人的手中了 真是让人不甘的 所以哪怕是毛笔 唐伦的签字 几乎要划破了契约羊皮纸一般 接着玄武伯金拙签字盖印 仪式三份 其中第三份 要送入国都给国军盖上大印 然后封存归档 太守张冲也来了 仅仅一夜之间 他仿佛瘦了不少 本来刀披斧砍的面孔 更加坚虚了 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更加看不到一点点的失败的沮丧 沈浪还是没有忍住 朝着张春华望了一眼 女人真是输不起啊 之前你家要赢的时候 你天天来勾搭我 就差伸手回手掏 走位走位我的裤装了 那现在我沈浪只不过是小赢一场 你竟然对我毫不搭理了 关键是今天张春华也穿得很美啊 和他之前低调踩你的打扮不同 你身大红裙子 加上妩媚的狐狸精面孔 真是要亮下人眼呢 沈浪看了他一眼 张春华没有任何反应 沈浪看了第二眼 拿张春华面无表情 没有任何回应 沈浪看第三眼 哎呀呀呀呀 腰部位置一阵疼痛 沈浪的手就拧在了他一点点腰肉 就差那拧一百八十度旋转了 沈浪瞬间疼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沈浪绝美的面孔依旧带着笑容 如同那孔雀开平一般 拼命地绽放着自己的美丢的弯 仿佛要将张春华碾压下去 沈浪趁机凑过去 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 那可是众目睽睽呀 睽睽是谁 所有人都有些惊呆了 所有男人嫉妒的那是心中猝血 暗中破口大骂 你个小白脸嘛 你我这个小白脸 你放开门妹是我的 哦 好勇敢的小郎君呢 如果他这样众目睽睽地亲我 我只怕是要失呀 木兰脸带一红 那便松开了手 甜蜜的同时 也恨不得那烈地钻入 夫君不要脸 那我还是要的吗 宁启王叔也看见了 只能装作没看见 这么严肃的场合 三方正在签订 这么神迹是神圣的契约 这关系到那个金氏家族的命运呢 你竟然在这种时刻 你的妻子 哈哈 西八真是世风日下呀 你这种人是怎么活到 入赘玄武不绝府之前的呢 按说你早就应该被打死了 契约签订完成之后 近海伯朝着宁启王叔三人拱手 行了一礼 直接扬长而去 放狠话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 有些事情是能做不能说 张冲太守上前 朝着玄武波拱了拱手 玄武波回礼 说来也奇怪 张冲和玄武波这方 明明是最大的敌人 你死我活的对手啊 那一切围攻金氏家族物 都是此人所为 但是偏偏双方从未面对面的针锋相对 始终是彬彬有礼 张冲再朝三位大人物败下 冲告辞 宁启王叔竟然回了一礼 张怒江啊 保重 然后张冲带着一对儿女走了 宁启王叔接着说 玄武啊 我这就要回京了 将这里的事情 离报国军 但是有一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王叔请讲 大势所趋 顺昌你亡 你家虽然赢了一场 但空也改变不了大局 现在弯腰还来得及 还能保住家人 真等到你死我活 撕破脸皮的那一日 只怕真是大祸降临了 嬴王叔这不是威胁 而是好言相劝 他是希望玄武伯金卓 效仿助兰亭 把家族的封地就交出去 兵权也交出去 那仅仅留下万物庄园 那样虽然失去了权势 却还能保住权贵 玄武伯金卓说 家族基业是祖先传下来的 不能毁在我手中 硬位欲碎 不为瓦拳 宁王叔没有再说话 这位玄武伯呀 还是那么刚正古板 连讲话都不知道委婉 真是如同乌龟壳一样 又臭又硬 保证啊 宁王叔说 然后这三位超级大佬也走了 从头到尾 威武功爵和索玄 都没有和玄武伯 打过任何招呼 索玄侯爵是立场不一样 威武功变消 则完全是因为傲慢 玄武伯金卓这种人物啊 他还真的没有放在眼里 时间回到几个时辰之前 跋涉二百里后 祝兰廷子爵和秋霄 终于是率领了二百多精锐武士 赶到了玄武城 不过他们依旧还没有赶到北边的堤坝 而是再一次聚集人马 秋霄召集了上百名海盗高手 祝兰廷召集了自己留在玄武城中府的部分卫队 加上静安伯爵府在玄武城的一众武师 两人集结五百名精锐 借着最后的夜色 朝着玄武伯爵府北边的堤坝 狂奔而去